没有哪一个城市比西哈努克港更能体现中国对柬埔寨的影响了 以已故柬埔寨老国王的名字命名的西港 是建西南部西哈努克省的一个港口城市 也是这个国家唯一的深水港 这里曾经因为拥有漂亮的原始沙滩 廉价美食以及令人放松的环境 而深受西方的感受 但是如今中国的开发商已经把西港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建筑工地 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就是西哈努克港的市中心 这个深厚的狮子就是这个城市的象征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在整个市中心的地区 有很多的高楼都在建造之中 它们都是由中国人建造的 走在西港的大街上 你仿佛置身于一个中国城市 因为到处都是中文 中国店铺 中国城 中国人兴建的高楼和赌场 以及到赌场赌博的中国人 西港市长说 目前这个城市里的中国人大约有8万 与当地柬埔寨人差不多 但是也有市政官员估计 中国人的实际人数可能是当地人的2到3倍 西哈努克省的警察局长 今年7月接受曼谷邮报采访时说 这个城市几乎90%的生意都是中国人在经营 全省近200家酒店和宾馆中的150家都是中国人开的 他们还开了41家卡拉OK歌舞厅和46家按摩院 以及近400家中餐馆 中国人在西港的大规模投资与开发 在创造就业的同时 也给这个城市带来了很多问题 我们目前看到的问题是排水系统的问题 水无法流入大海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城市里越来越多的垃圾 第三是道路 因为大量的建筑工程被完全摧毁 城市很混乱 8月上旬 西港遭受了一场罕见的水灾 很多道路和房屋都被淹 我们这个中心已经在这里11年了 我们的教育中心 医疗中心等等 这里就是我们的总部 去年9月以前 大水从来没有淹到过这栋楼里 他说一大片天然的草地和水道被填充 用于中国人的开发和建法 而这座城市没有替代的排水系统 水灾变得更加糟糕 除了填充蓄水的草地以外 中国的地场开发商也把西港设立的这个湖填充起来盖大楼 大量的中国人来到这个城市工作和生活 也导致生活垃圾的剧增 由于相应的设施跟不上 很多垃圾就被堆在马路上或被冲到海里 垃圾的问题完全失控了 当水涨高并淹没了路面的时候 他把街上那些没有及时收集的垃圾也冲入到水道里 城袋城袋的垃圾被冲到通向大海的运河上的桥洞时被堵在那里 这些成千上万的泡沫塑料盒和塑料袋堵住了水流 水越涨越高越涨越高就导致了水灾 水不能够到海 它只会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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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会浮沫 几年前来西港做生意的福建老板张先生 最近新开了一家空中酒吧 他认为西港人口突然大幅增加 给这个城市的基础设施 无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西港原先可能就是一个几万人口的一个城市 它可能就是它的配套 它的供给供给啊 它的那个像排水啊 电啊 还有供水啊 那些可能就是供应几万人的那个城市 然后你突然之间增加个几十万人进来 它所有的东西肯定是跟不上的 在环境恶化的同时 物价土地以及房地产价格也在猛涨 达邦树英组织的共同主任 罗特准帕供的工作 与很多当地社区的家庭直接接触 有一些人找到一小块地 是他们还可以租得起的 有一些人不得不搬走 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 因为他们已经做不了以前可以做的工作了 来自贡布省的结就是其中之一 以前我在那儿有一个店面 店主每月收的租金是500美元 但是后来他把店面租给了中国人 因为中国人付的租金每月为1500美元 我租不起那个店面 我也没办法开店了 这种情况在西港的奥切迭海滩体现得最明显 这里的海滩虽然还是很美 但是看不到来海滩休闲的当地人或是国际游客 在海滩上的仓馆、酒吧等生意 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开的 56岁的小贪主伯诺佛与妻子在一家中仓馆前面的沙滩上 开了一个小卖部为生 我不开心因为没有什么柬埔寨人来这里 而中国人又不买我卖的东西 无歌酒吧和仓馆是这个海滩上少有的一家 拒绝把店面租给中国人的柬埔寨仓馆 27岁的凯福比芝负责打理他们家 在这里开了十年的这个餐馆 中国人来了之后这里一切都变了 当地的生意全没了 中国人接管了这里的生意 当地人来沙滩上后不知道去哪里 他们没有地方待 也没有可以消遣的地方 知道我的餐馆的人会来这里 虽然凯福有足够的生意 可以对中国投资人说不 但是达邦树英组织的鄂诺说 不可否认的是在西港的城区 柬埔寨人所习惯的社区已经不复存在了 当然中国人的到来也使一部分人受益 尤其是那些有地有房的人 他们突然之间变得富有起来 但是自然母亲的亭达塔说 拥有土地和房产的人毕竟是少数 没有多少人拥有土地并可以出售 大多数有地产可以出售的人都是有权势的官员 中国人在西港的投资开发 集中在房地产业和博彩业 或者成为了该城市最主要的行业之一 西哈努克省的警察局长表示 西港目前有71家赌场 其中48家是中国人经营的 这个城市目前还有一些 正在新建的赌场 赌场里面存在一个阴暗的世界 包括毒品 性剥削等等 我们发现我们很难进入这个地下世界 由于赌博对于柬埔寨人来说是非法的 因此赌场的服务对象主要就是中国人 这对这个城市的人口组成有了很大的影响 绝对有犯罪 犯罪一直都有 但我们有了新的不同类别的犯罪 在西港买了房的张先生 对西港的未来仍然充满信心 我在中国广东那时候改革开发的时候 九几年的时候我也在那边做事情 因为我有见到那时候的广东改革开发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是比较乱的 因为我觉得因为那时候改革开发 全国各地很多人去那边做生意 造成了自然啊各方面的东西跟不上 我觉得是这可能是一个阶段 必须要经过的一个阶段 张先生相信目前的乱象只是暂时的 不过不论暂时到底会是多久 对于柬埔寨人来说 如何生存下去才是当务之起 因为高昂的租金失去店铺的结 无奈沦为流动商贩 我不想去赌场工作 因为我想自己开店 她只希望能够像以前一样 开一家小小的餐馆 和妻女好好地生活 美国新记者丽雅 海琳 柬埔寨西哈鲁克堡报道 美国新记者丽雅 美国新记者丽雅